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吊丝女高中生经常被嘲笑 结果突然被告知自己是一国公主 疯狂打脸坏同学的 美国经典喜剧电影《公主日记》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 拥有着一个最要好的朋友 一起幻想着美丽的爱情 米娅是一位高中生 和单亲妈妈一起住在旧金山 她样貌普通 留着爆炸头 穿着打扮也不算好看 甚至可以说有些老土 还经常被同学嘲笑 就连在辩论会的讲台上 都会紧张到呕吐 由于自卑 不敢向暗恋的男神告白 只能歪歪一下 和男神在一起时的画面 米娅属于那种毫无存在感的女生 在同学和老师面前 就像是一个隐形人 老师记不住她的名字 同学会不经意坐到她的身上 好在 她有一位无话不谈的好闺蜜莉莉 倒也不觉得生活有多糟 但突然有一天 妈妈告诉米娅 她的奶奶要见她 米娅不想见这位 15年都没关心过自己的奶奶 可妈妈说 这是父亲的遗愿 米娅虽然很不情愿 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见面 放学过后 米娅来到了纸条上写着的地址 竟然是一幢气派的大别墅 她有点怀疑 自己是不是走错了 房子里面更是富丽堂皇 更夸张的是 保安还仔细检查了她的书包 确认没有危险物品 不久 雍容华贵的奶奶出现了 奶奶语出惊人 说自己是欧洲国家杰诺亚的女王 米娅意外去世的父亲 是杰诺亚的王子 现在 米娅成了杰诺亚唯一的公主 以及正统王位继承人 女王奶奶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要把米娅培养成真正的公主 让她继承王位成为女王 听到这里的米娅一时无法接受 惊恐的逃跑了 毕竟 这15年来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自己 她是一位公主 回家后 米娅找母亲确认 母亲表示 很抱歉隐瞒了她这么多年 本想在18岁时 再告诉她真相 谁知她父亲意外去世了 母亲是一位崇尚自由意志的画家 当年就是受不了皇室的凡文汝洁 选择和米娅父亲秘密离婚 可自卑惯了的米娅不想当什么公主 但是 她要是不继承王位 国家就会被外人掌控 母亲是个明白事理 以大举为重的人 她尊重米娅 让她在几周后的杰诺亚年度舞会上 决定当不当公主 但现在必须先学习公主课程 米娅终于妥协 坐进了女王的家乘里车中 虽然她认为这是一辆灵车 幸运的是 学校的同学依旧把她当成透明人 在放学后 她还可以到闺蜜弟弟麦克所在的修车厂 去看妈妈送给自己的16岁生日礼物 一辆正在维修的旧野马 麦克已经迷恋米娅很久了 决定不收她人工费 但米娅三观很正 没有答应 接下来 米娅正式开始了公主课程的学习 学习优雅的行走 坐姿 甚至在用餐时 被丝巾绑在凳子上 只为学会饮食礼仪 米娅还和管家爷爷学习跳舞 虽然在学习的时候丑态百出 但米娅依旧坚持 可以看出 管家爷爷和女王奶奶早已暗生情愫 只是一直没有挑明而已 几天后 秦诺亚要举办一场国宴 奶奶重情请了一位设计师托尼 给米娅设计新的发型和妆容 扔掉她的眼镜 拔掉杂乱多余的美貌 拉直乱蓬蓬的泡面头 保养粗糙的皮肤 经过托尼老师一系列的操作 米娅终于改变了形象 改造前是这样 改造后是这样 就连米娅都被镜子里美丽的自己所吸引 这下 米娅看起来终于有一点公主样了 第二天 米娅照常坐在礼车上去接莉莉上学 可莉莉看到米娅改变后的样子 觉得她背弃了他们从前坚持的自我风格 与世俗同流合污了 让她赶紧把名牌包包卖掉 把钱捐给非洲 哪怕有麦克的安慰 米娅还是受不住莉莉的毒舌 委屈的掉下了眼泪 快到学校时 米娅将自己的公主身份告诉了莉莉 得知真相的莉莉惊呆了 吐槽她 你确定你能统治一个国家 你可是连一条金鱼都养不活的呀 确认过眼神是真闺蜜 米娅怕同学说她丑人多作怪 戴着帽子进了教室 老师却说戴着帽子上课不符合课堂规范 米娅没办法只能摘掉帽子 瞬间她柔软的长发散落了出来 阳光照在她精致的脸蛋上 同学们瞬间被惊呆了 这还是他们熟知的丑小鸭吗 这一瞬间 米娅觉得当公主也没什么不好 米娅继续学习公主课程 努力克服演讲时的紧张 学习像个真正的公主一样挥手 晚上则回家和妈妈一起玩游戏 平淡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天上学路上 麦克终于鼓起勇气 约米娅周六晚上看他们的乐队排练 米娅一口答应 可突如其来的 米娅的公主身份被暴露出去了 媒体们都挤在学校想要采访米娅 或者抓拍米娅不符合公主的行为 面对媒体的恶意 手足无措的米娅 被及时赶来的老师 保护着讨进了主人室 女王奶奶和妈妈随后赶来 调查后发现 是托尼老师为了出名 将消息透露给媒体 这样 所有人就都知道 她曾给公主做个造型 女王奶奶决定顺势公开米娅的身份 让她以公主的身份 参加几天后的国宴 国宴开始 米娅优雅从容的带着微笑下楼 尴尬的她一心想好好表现 结果因为太过紧张 不小心把大臣的衣服烧了 吃东西一口吃的太多 冻她脑人疼 轻敲酒杯时 把珍贵的玻璃杯敲碎了 捡食物时把服务人员绊倒 虽然众多大臣都在用笑声极力解围 但也引起了敌对大臣的各种不满 面对友善的大臣和奶奶的解围 米娅对此深感抱歉 又到了学习公主课程的一天 米娅看着慈祥的奶奶 问出了藏在心里的话 您不为晚宴的事生气吗 奶奶安慰米娅 讲述她第一次参加晚宴时的糗事 米娅并没有觉得被安慰到 女王奶奶见米娅还是不开心 便推掉了所有安排 提议让米娅带着她旧金山一日游 他们坐着米娅的爱车 像普通家庭一样 掰手腕拍大头照 看风景吃热狗 听着奶奶讲述着父亲的世界 一天下来 米娅和奶奶的关系也越发亲近 只是可惜 在回家途中 米娅的宝贝爱车突然不受控制 滑坡并撞上了缆车 虽然女王拥有豁免权 但米娅却要被带去警局 为了不让米娅被带走 奶奶集中生智 摆起女王的气势 表明自己的身份 并赞送警察和司机的负责 还将他们授予为 杰诺亚的玫瑰骑士团团长 都被受勋了 还能抓人家的孙女吗 肯定是不能啊 见证了全程的米娅惊了 原来女王还可以这么玩 于是对接任王位 越来越有兴趣了 学校里 曾经嘲笑米娅的女生 开始争相抢夺米娅闺蜜的位置 米娅之前暗恋的对象小强 也开始向米娅表达爱意 约米娅在周六一起参加沙滩派对 看到暗恋的男神对自己示好 米娅开始飘飘然 抛弃了她最好的闺蜜莉 推掉了和迈克的轴流约会 满心欢喜的准备和小强约会 幻想着能得到一个 像电影中翘起脚的初吻 但她哪里知道 这次的派对就是一个陷阱 小强约好媒体 想利用她让自己踏出风头 在派对上 小强不顾米娅的意愿 在媒体的镜头前强吻了她 生气的米娅准备换衣服离开时 又遭到整骨 被媒体拍到不雅照片 隔天照片便登上了报纸 媒体一位博观众无中生有 把一个普通的派对 说成了纵情狂欢 消息一下传至大街小巷 弄得沸沸扬扬满城皆知 女王奶奶得知后 对米娅很失望 严厉斥责着米娅 说她放弃头衔是正确的 看到奶奶对自己失望透顶 米娅优雅的接受了批评 表示自己不会再参加年度舞会 回到学校后 学校的同学们也在极力嘲讽着米娅 最严重的是 闺蜜莉莉因为被米娅放了鸽子 也开始对她严重不满 米娅向莉莉道歉 还说自己已经放弃了公主的身份 但是 闺蜜之间是最了解对方的人 莉莉看出米娅已经舍不得放弃 边游劝说米娅应该继承王位 还说米娅继承王位是一个奇迹 因为她拥有着影响力 可以让人民倾听 体育课上米娅决定报复一下害自己出丑的小强 一下击倒了这个人渣 让他体验到了人生的痛 还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傍晚 麦克给米娅送来修好的爱车 米娅想邀请他作为自己的舞伴 出席明天的舞会 可是麦克看到了报纸上的新闻 表示不想再次受伤 第二天 米娅正在和同样被无视的朋友聊天 却被那群啦啦队女神经们嘲笑 米娅终于忍无可忍 把冰淇淋均匀的抹在了对方的衣服上 还说了 我会成长 而你永远都是烂人 所有人都被这样霸气的米娅震慑到了 就算米娅不是公主 也不会再任人欺负 放学后 奶奶来到了米娅家里 提前送上了16岁的生日礼物 是父亲留给她的信 父亲仿佛早就预料到这一切 他对米娅说 你的血童会让你经历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 有的时候你会恐惧 但你一定要勇敢 因为 这世界上还有比恐惧更重要的东西 比如你身为女王的责任 比如你爱的人 看着父亲的信 米娅瞬间长大 一直以来 她以为变漂亮就可以拥有一切 但实际上 躲在华丽衣服背后的 依然是那个自卑的女孩 她只是改变了丑小鸭的外表 却并不拥有白天鹅的心 米娅找到莉莉贪心 讲述了自己这段时间的焦虑 也坦言了自己的虚荣和怯懦 莉莉深受感动 两人重归就好 随后 米娅又用一个披萨向麦克道歉 真诚邀请她能去参加舞会 舞会当天 米娅从容出门 可天有不测风云 外面下起了瓢泡大雨 爱车还出现了故障 好在管家爷爷及时出现 帮助了她 湿漉漉的米娅站在舞会演讲台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 大方的宣布自己决定接受公主头衔 曾经她只考虑自己 以为公主只是一个虚荣的称号 但现在她明白 成为公主需要的不是美丽的外表和优雅的举止 而是一颗坚定勇敢的心 公主也代表着一种责任 一种带领国家和子民走向富强的责任 最后 米娅坚定的说道 今天早上我起床时 还是一个普通高中女生 但现在 我决定正式成为吉诺亚的公主 米娅的自信和真诚 为她迎来所有人的掌声 女王奶奶欣慰地为米娅戴上王冠 披上王室象征 台下的亲人朋友也都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好了 得处理一下这湿漉漉的造型 换上华丽的礼服 戴上贵重的饰品 走出优雅的步伐 这使得米娅成为了真正的公主 五回开始 米娅寻找着舞伴 迈克这时终于赶来 一舞过后 迈克问米娅为什么选择她当舞伴 米娅说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 在我透明的时候就能看到我 在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 就对我好的男人 米娅终于得到了那个翘起脚的亲吻 公主日记 声映于2001年 由安妮海瑟威主演 迪士尼公司出品 如果说 好莱坞出品代表着大制作大明星的电影 那么 迪士尼制作一定印刻着童话的痕迹 公主日记 是新时代的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平凡的普通人 也都向往公主一样光鲜亮丽的生活 但其实 身份和形象都只是外界的定义 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公主 因为真正能让你发光的 永远是你的内心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弟解说的 请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